這一集我要把我拍賣的小技巧秘密大公開 七塊來 五塊來 五塊也要賣喔 三塊來 欸 王王 要買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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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到這邊還沒離開的 我就告訴你 福利來了 這次我要來送本師福利喔 送一套給你們吃吃看 看舒服舒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賴爸 很多觀眾朋友問我說 我全台灣逛了那麼多的漁港 漁市場 到底哪一個漁港 漁市場 漁的價格 漁的CP值最高 如果要講到價格 講到CP值的話 當然喔 自己下場親手參加近拍 你最有機會拍到好價格 CP值又高 又新鮮的漁獲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東石漁港 這一集我要把我拍賣的小技巧秘密大公開 看完這一集之後 保證你也可以自己參加拍賣 然後呢 拍到你喜歡的漁獲 拍到你理想的價格 然後啊 也有一些觀眾朋友 看到我之前的料理 問我說 我的本質是不是廚師 其實我只不過是一個 喜歡到處吃東西 到處尋找美食的一個吃貨 就算我平常在家 也是喜歡上網到處搜尋美食 看有什麼好吃的啊 把它買回來吃吃看 我前陣子呢 就發現一間硬派廚房 這個就厲害了 它全部講求酥肥料理 而且雞啊牛豬通通都有 像我平常想吃點什麼東西 但是又懶得料理的時候 只要把冰箱打開 隨心手遇選一種動物 把它退冰 簡單的加熱 沒錯 它這個都是熟食喔 再倒杯酒 哇 就是舒服的一天了 徹底幫你解決掉所有麻煩 不用你想吃東西的 興致一來的時候呢 還要在那邊擋鍋擋著 太麻煩了 你只要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馬上享受 馬上舒服 如果你想要在拍賣上喔 獲得一個便宜的價格的話 第一個訣竅就是天氣 你要挑這幾天剛好天氣比較好的時候 來這邊參加拍賣 你比較有機會拍到比較便宜的價格 因為天氣好 漁船比較有機會捕捉到多一點的漁獲 如果說海礦太差的話 漁獲可能會比較少 那相對的在近拍上 價格可能就會比較高 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二個訣竅 如果你假日來的話 人會很多 你的競爭對手就多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你可以平常日來 人相對的少 在漁獲比較多的情況下 你可能也可以拍到比較漂亮的價格 掌握以上兩個條件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要進去裡面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漁獲 如果你進來到漁市場這邊之後呢 因為有冬池漁港 他是每天補完漁之後進來拍賣 漁獲有時候是季節性的 今天有什麼漁 下一次來有什麼漁可能不一定 所以你可以先觀察一下 今天哪一種漁獲最多 當然數量多的話 價格就會便宜一點 漂亮一點 我們先來觀察看看 先看有哪些漁獲 時間大概在12點半左右 就會開始進行拍賣 那他們呢 現在已經開始 實施漁獲不落地 那他們會把 一個籃子一個籃子放在地上 等一下會把漁獲放上去 你就可以參加拍賣 這邊一個籃子一個籃子的漁獲呢 量啊都剛剛好適合 像我們這種一般消費者購買的量 所以來這邊其實是很好拍的 這個是炒香 可以借我一下 誒 好久不見嗎 對啊 借我一下怎麼可以 借你一下我去嗎 有啊有啊 今天的黑虎蝦蠻多的 這個蝦子都很漂亮 這個如果在 觀光漁市場會稍微貴一點 但是我們在這個 在漁港裡面買的話 價格會相對的啦 比較便宜一點點 怎麼會買的呢 壓清的咧 壓清的啦 一公斤多少 清淨啦 一公斤清淨 這清淨 這個呢 都一樣 都清淨 這個是1公斤1700 對 黑虎蝦一公斤1700 等一下呢我們來看看拍賣 可以拍賣到多少 如果你要等拍賣的話 還有一個風險 就是如果今天蝦子的量不夠多 可能遇到大手筆的人家 一次就全掃光 就沒得拍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抉擇 你到底是要搶先 活蝦就直接買完 還是你等等看 讀讀看 等一下沒有人買光的話 那下去拍 可能會比一公斤一千七還要再便宜一點 那你可能就賺到了 那我們今天就不先買了 我直接參加拍賣的話 黑虎蝦一公斤拍賣下來是多少 我們等等看 不過有可能 還沒拍賣就被人家掃光了 這個是我常常遇到的 像前幾次我來到東石漁港 都沒有參加拍賣就直接先買走 因為看到喜歡就先買 很多買家看到喜歡就先買 因為可能到拍賣的時候 剩下的就是他們挑勝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今天還有哪些好貨 這個帕陶 今天帕陶的量也很多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拍拍看看 帕陶今天拍賣價一公斤可以買到多少錢 都已經把帕陶準備這樣分裝 等一下要進行拍賣 那我們再看一下還有哪些好貨 這個墨魚 你看這個墨魚這次來也很多 都是墨魚 如果你想要參加拍賣的話 這四周圍都有貼一個牌子 呈銷上 那你就可以跟他用身份證換印章 你就可以參加拍賣 拍賣的話呢 你要課一點點稅金喔 魚匯提供場地 讓這些魚飯可以販售 當然在經營上 他們也是需要收一些手續費 來維持魚匯這裡的場地的運作 這是很正常的 他還會收每一張紙 是七塊錢的魚樓清潔費 那你就是一張拍賣紙就是七塊錢 那其實七塊錢是還OK啦 如果可以維持魚貨不落地 然後每一個魚貨 用籃子這樣幫你裝得好好的 七塊錢OK啦 用身份證 然後就可以來借一下這邊的拍賣 你就可以拿到拍賣印章 現在呢印章已經拿到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等著拍賣喔 那這個拍賣呢 咦 我忘記幾點 我再去問一下 確定的時間是幾點 走走走 你們現在拍賣是幾點啊 1點半 1點半喔 喔 現在拍賣時間是1點半 我好像記錯了 太多魚市場在跑 有些是12點半 那這裡是1點半 喔 記住喔 這邊拍賣時間是1點半 像我通常來到這邊 我都會先來這邊看一下 有什麼魚貨 要嘛就先買走 如果要搶便宜的話 就在這邊看一下 哪些魚貨 你等一下可能量多 可以搶到比較便宜的價格 拍賣過來這邊啊 還有一些養殖的魚 這些養殖的魚 應該就是永續最喜歡的 這個保護海洋資源 你我有責 這邊其實養殖的魚也蠻便宜的 而且種類也蠻多的 像這個 金昌啊 烏雞啊 斑桃啊 還有紅魚 這邊都可以挑挑看 拍賣 喔 喔 它這鱗也很漂亮喔 對 它這放蠻也很漂亮 喔 它這麼高貝 我有沒有 它這魚框超漂亮的 鱗都還在 1公斤1450 這麼漂亮 現在時間大概是12點多喔 很多呢 魚飯都先開始吃飯 剛剛去漁會的 產品牧門裡面買杯咖啡 然後呢 就坐在漁市場裡面 我們先來吃個東西 等一下呢 再來拍賣喔 硬派廚房的酥肥聚聚雞 這個雞胸肉超大一塊的 那它這個雞胸啊 有在健身 或者是減肥都知道 吃雞胸有時候很麻煩 就是要自己料理 想要求方便 在外面買的話 便利超商的口味又不多 像我這次拿的是Stambe 他們老闆真的是 每個口味都是自己研發 改天你可以吃吃看 而且它的雞肉非常新鮮 老闆說 有時候雞剛屠宰完 不到7個小時 就到他們手上 我告訴你啊 超大一塊的 雞胸 單杯口味 而且肉不會太柴 做酥肥的話 它可以保持它 肉的最大嫩度 讓你吃起來不會那麼柴 加上老闆研發了各種不同的口味 吃起來呢 味道又不會那麼單調 今天想吃什麼口味 就可以吃什麼口味 非常的方便 而且很大一塊 它裡面的添加物其實非常單純 它沒有添加一些其他有的沒有 在健身或者是減肥上 或像我這樣外出方便上 其實都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應該全台灣 沒有幾個youtuber 像我這樣 坐在魚缸邊 喝咖啡 吃午餐的吧 沒辦法時間還沒到 我們再等一下 吃飽飯之後 現在時間大概是12點40分左右 人陸陸續續開始變多 大家都是要來搶拍賣的 那他們魚貨也開始慢慢上貨了 過半碗之後就會把 要拍賣的放上去 那等一下就可以直接進行拍賣 在還沒開始拍賣之前 有些人也會先去挑喔 挑完之後 講好價格就可以先帶走 就不用參加近拍了 那這個是今天蝦子的部分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魚貨 白蝦 看起來不大 妳這蝦子怎麼賣? 蝦子怎麼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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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他比較小隻 我再看看 那這個大隻的很好吃喔 你好 你好 看你的頻道 謝謝謝謝 你看準備要買什麼? 蝦子看 蝦子看 對對對 看到什麼買什麼 然後這個是海草蝦 然後這個是 賤蝦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漁獲蝦 蝦子 這一袋就還不錯 看有沒有機會把它拍賣下來 不錯喔 這個品質不錯 黑虎蝦 繼續過來這邊看一下 那像最近這種花枝啊 就很多 我們等一下喔 有機會給它拍下來吃吃看 肉雞辣也蠻多的 我們再看一下價格多少 這個帕陶啊 也是這種乾煎煎恰恰也很好吃 我們在拍賣上的技巧 你可以先看一下 今天的 拍賣的漁獲 大概是哪些漁獲為主 哪些比較多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那幾樣 下場進行近拍 你看這邊還有九樓 九樓也很漂亮啊 這個白帶 比較小隻一點 這邊過去都是帕陶啊 哇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價格 你說這是花枝皮嗎 這是花枝皮啊 這是花枝皮啊 那這要怎麼吃 下去炒炒的啊 炒炒的就可以吃 對啊 這沒人在賣啦 這一樣拿花枝皮一樣好 哦 你看黃粉皮很高的 有嗎 啊你就 冰涼海水這樣一直拉 一直拉 一直拉 你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還不夠 還要繼續拉 那你拉到它的聲音都沒有去 沒有不是 拉到它噴起來 你看它基本很高的 那你這樣拉它噴起來 有嗎 這就是我們說的海香菇啊 拉到發就對了 對 喔 發很多種 這是不驚蠻的 對 這是都自己吃是有在賣 沒有啦 自己吃 沒有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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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像你那樣 拉半小時還在拉 沒有 又是冰黑 對 各種無添加喔 無添加物 純海水加冰塊 黑虎蝦都已經被買走了 說不定等一下根本沒有黑虎蝦可以買 或者是說 會比它剛剛開的價格還要高 拍賣就是這樣子很難說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活的黑虎蝦 開價一公斤一千七的那個 那些蝦又把它收回去養著 它就沒有參加拍賣 所以有一些好貨呢你不一定拍賣拍得到喔 拍賣小技巧 我們剛剛漁獲看完之後 今天怕桃花很多 而且前面啊也有怕桃花 後面這邊也有怕桃花 而且我發現後面怕桃花漁獲還不錯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的策略 前面我們怕桃花先不搶牌 讓人家先買走 到後面遇到不錯的怕桃花的時候 可能很多競爭對手就已經買完了 這時候我們再來買 哇大家要開始虎視眈眈 人突然就冒出來有沒有 這邊呢應該是全台灣 除了布袋 因為布袋漁獲比較少 這裡應該是全台灣一般的消費者 可以參加拍賣的地方 而且漁獲又多 可以讓你這樣拍 每一盤的量又剛好是符合 這種一般消費者的量 有機會可以來這邊 實際參與拍賣看看 享受那種近拍的那種樂趣 說不定也還可以搶到一些好貨 CP值高的新鮮漁獲 開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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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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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五 就是一苗� bob 這塊要免給它 100個來 少來到四百 15 142 咦沒有發現 明明第二盤兩尾魚都比較大條 為什麼比較便宜呢 這個就關係到漁況了 有時候呢在現場看會比較清楚 在螢幕前可能沒有辦法看得很詳細 現在開始畫帕桃 看這個這一欄要多少錢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標準 後面以這個標準下去拍 就看它了 68 你看有沒有 很多人搶 剛剛三四個人搶就一直飆上去 68塊 多人搶的話 說不定比一開始買還貴 我們再來看下一盤 哪隻賣 53 45塊 這邊大概價格都已經落在45塊錢左右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花枝 可以拍出多少錢 100啦,出到700,700,700,700 270 我們大概以這個目標下去找 好,便宜啦 26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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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價格已經來到250塊囉 26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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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56,256,256,256 然後... 260,500,500,500 有三十三一百三一百 170,500 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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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616,500 哈哈,我的目標互在後面 所以我這一把就沒有下標了 170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盤就換我搶標了 現在42塊買下來 42塊 我們來看一下花枝 再往下叫 35塊 35塊 哈哈 問得我措手不及 再等等 再等等 接下來就換我囉 這盤我要了 4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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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塊 自由 可以嗎 可以啦 一 Wherever 一只87塊 1公斤230 你買多少 100塊 這麼熱 assists 你哪裡來 我哪裡配 我 vegetal 看樓箱我們來 所以你聽到本皮要鎮到來就可以 你不想看我把你放在哪裡 你放在這裡 你放在這裡 你把你放在這裡 你把我放在這裡 我把你放在這裡 現場太熱情了 還搞不清楚是什麼東西就把它買下來 來 打我給你包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因為他要穿到自己炒購到這個 真的嗎 謝謝 謝謝 還有出國際賽 出去看看 好 莫名其妙 盛情難確 我就買了一個 1公斤130了 等一下看這個多少 你靠過去這樣說 網紅你要不要買 好啦 沒關係 好 醋皮的 買回家慢慢吃也是OK的 好 我要換這邊這邊了 哈囉 你好 你好 你也來買 你怎麼買 蛤 你怎麼買 我們早上吃飯過的 我來看 對啊 你現在就跑來看平衡 對對對 哇 我的黑五香好像都快被挑走了 你看最後喔 這邊就剩這裡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賣多少 可以看 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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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也要做這個喔 我可以做 喔喔這樣沒怪 那我這樣要按按按 真的 謝謝謝謝 這塊今天有的衣 今天都買了 我說這個超蟹而已 像這個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對啊 這個不必 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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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 七百 不要再加一千 一千 二千多 欸我下咧 我沒有一千 我又要繼續給我吃 還好沒有喊這個最後呢 喊的價格一公斤是一千塊錢 所以有時候價格真的取決因為它數量 最後人家買光了 說不定你剛剛直接跟他買還比較便宜 結帳一下看一下這樣多少 這樣幹嘛一千 我打頭這樣多少 打頭255 幾公斤 我看一下 5.5公斤 魚買好之後 我們拿去給人家幫忙 殺一下處理一下 我這麼多浪回去會殺到哭出來 我們拿去請人家幫忙處理 好 這樣麻煩你要看這台車多少 要打頭 要200 200 打頭255塊錢 255塊錢 請人家殺要200塊 魚頭怎麼要檢查 頭 好了沒辦法檢查好了 這個殺工都快跟魚價差不多 不過帶回家殺太麻煩了 他跟阿嬤 口服一下 讓他處理一下 回去轉個輕鬆 超級冷 真的 魚買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把他拿去料理 從東石漁港回來之後 那些怕陶啊 我回家還自己再處理了一下 因為他有些沒有殺的很乾淨 有在處理 處理處理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把它全部騙之後 等一下不用再撐起啊 那這個回去 好 這個是他們送我吃的 說這個是花枝的皮 然後他們這樣一直打打打打到發起來 那發起來了他已經燙熟了 他說可以煮三杯 可是我覺得我很想試試看他的原味 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等一下我再把它簡單的汆燙過 然後直接沾wasabi來試試看 看他這個到底原始的味道是什麼 我很好奇 等一下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等一下要吃飯了 我們再來加點菜 盡量加菜 來看一下我的冰箱 有沒有 這個硬派廚房他真的很厲害 我就選一種來吃好了 每次打開冰箱都會有選擇障礙 你們比較想吃哪一種呢 那我們雞胸齁 這有那麼多 我們魚桿有吃過三杯 我們來吃個花雕雞好了 那其實還有很多啦 有燥燒啦 有波油花椒辣子雞啊 各種口味都有 好有雞當然也要有鴨 我們再來一個 這一個 鴨胸好了 我這個鴨胸超好吃的 這個鴨胸啊 做法很簡單 等一下你只要把它煎恰恰 不輸那個法式鴨胸 等一下我做給你們看 然後呢 我們再來選 喔這個豬五花也很好吃喔 它這裡有蒜香的跟韓式的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韓式的 現在有雞 有鴨 有豬 那我們繼續選 再來還差什麼 還差牛 我們再選個牛肉 它這裡有嫩尖跟和尚頭 我跟你講這個和尚頭真的厲害 如果你喜歡吃有口感的呢 等一下喔 吃給你看 再來選一個好了 它魚類的話 它有三種 叫中式的四目魚燉 然後豬硬西亞 鮭魚的吸睛燒日式的 我們就選 歐風的城鄉銀龜來吃吃看 喔這個我超喜歡吃的 雞腿 這個很大一隻喔 一隻雞腿就將近五百公克喔 這個很大一隻 它這個料理方式 平常如果你趕時間用微薄 那像我不趕時間的話 我可能就會直接加溫水 然後讓它慢慢退冰 讓它保持那種酥肥的狀態 讓它慢慢的慢慢的回溫這樣 然後用溫水 然後等它退冰之後 現前 因為它本來就熟的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來做料理 這個是上次來去沖繩買的醬 我再拿這個來醃花汁 料理嘛 能輕鬆的 我們絕不麻煩 塗上醬料之後 就讓它去旁邊涼快 醃漬一下 不理它 就可以先來炸霸桃阿 湯姆就是馬力 Time is money 一滴時間我們都捨不得浪費 畢竟肚子正在受苦 馬上切牛肉 你瞧那個肉色 那個肉質 光看都覺得舒服 切這種大大的去骨雞腿 真的有一種療癒感 感覺好像自己真的很厲害一樣 雞腿肉的彈性 果凍狀的膠質 鴨胸 只要帥帥的拿出來 把皮奈麵煎個焦脆即可 肉的部分 就不理它了 已經酥肥過 熟了 外酥里嫩 全程大約5分鐘 就可以還原 法式酥肥香草鴨 同樣的步驟 我們複製貼上 再花5分鐘 那一把化身歐巴阿 把韓式口味的五花肉 表面給它煎一下 你不說 我不說 端上桌 我們都是料理達人 簡單的料理 輕鬆上菜 舒服 一大桌菜 那老實說 其實不是煮好了 是把它 稍微回溫回好了 那今天呢 這個是我們買的帕陶阿 一斤平均換算下來 一斤大概是25塊錢 一百塊就可以買四斤 那以這一盤 我大概粗估一下這個可能 大概是15塊錢的魚肉成本 就可以這樣一盤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 那這個呢 我是用炸的 這個是我上次去日本買的抹茶鹽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沾著吃吃看 嗯 這魚肉蠻嫩的 外表炸的酥酥膨膨的 然後裡面的魚肉是嫩的 然後加一點點那種抹茶的鹽份阿 然後這個 花枝阿 拔下來的皮 然後他們去用海水跟冰塊 這樣一直一直攪一直攪 然後我攪超久的 攪到我拍完了 他才剛弄完 然後加一點點鹽巴吃吃看 先吃吃看原味 它吃起來很脆很脆 它其實鮮味只有一點點 這個是 紫蘇莓鹽 也是去日本買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配起來 顏色很漂亮 我再試試看它的芥末 嗯 其實加芥末阿 然後用它的鹹味阿 這樣帶上來還蠻好吃的 還不錯還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吃這個花雕雞 喔這個花雕雞 我之前我常吃喔 很好吃 你看它這個膠質 而且它這個是用紅啊 給非常大一隻 還幫你去骨 像這麼大隻有在玩輸肥的人 應該都知道這麼大隻 你要再控制到它可以輸肥 又可以熟 那個其實難度很高 把這種麻煩的東西外包給人家 我們就負責舒服就好 它舒肥我舒服 喔喔喔喔 這樣讚讚讚 我們來吃吃看 嗯 花雕香 而且你看喔 夾起來 橫切麵就是這麼厚 雞腿肉耶 而且還有它那個果凍的膠質狀有沒有 其實舒肥就是利用低溫 慢慢的慢慢的 趁肉不注意把它煮熟 沒有那個高溫的情況下 它的肉質比較不會變柴 這個是比較屬於法式料理 蠻常用的一個料理方式 它可以保持肉的最大嫩度 記得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的也是這個 鴨胸 朋友來你想要秀才藝 這個打開然後把皮稍微煎恰切片 你看一下 它外表你把它煎恰恰這樣焦殼狀有沒有 這樣焦脆焦脆的 然後它的肉還是嫩的 這個喔 不輸你去外面吃那個餐廳的鴨胸 這樣切一切就非常好吃了 你可以吃到滿滿的那種迷迭香 香草的味道 超讚的 再來吃這個 我買的花枝 你看一下超厚對不對 醬醃一下之後呢 整隻拿下去再去炸一下把它炸熟 外表就有一點點醬燒的感覺 非常的漂亮 我們來吃吃看 再來是他們的雞胸 他們雞胸的口味真的很多 那這一塊吃起來超爽 一樣喔它是用舒肥的方式 所以你吃起來不會很柴 其實如果你自己有在健身或者是減肥 需要自己煮雞胸的話 有時候煮久會膩 而且就那幾個口味 那這裡你就可以每天依照自己的心情 然後換一下口味來吃吃看 其實我們自己平常在家 搞舒肥真的太麻煩了 直接打開 退冰 回溫一下 就可以吃了 喔好吃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每次喝酒的時候啊 都很喜歡把它切起來吃一次 喜歡吃有一點口感的啊 它非常適合 而且非常的下種 有時候我們喝酒 就是希望來一點味道 然後配酒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 尤其是你喜歡吃牛肉 有口感的牛肉有沒有 這個 讚 再來一口 舒服啦 再來這個 喔這個 韓式豬肉 你看韓式豬肉 你只要稍微的把它的表皮 稍微煎喔 恰恰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看 有肥有瘦 這個咬下去喔 那個 油脂香味真的就是炸出來 香喔 這個也不用功夫 朋友來找 還是說平常在家趕時間 退冰稍微煎一下 五分鐘就可以上菜 在炸魚的時候呢 就把它放個退冰 然後這個炸好 其他拿起來切一切上菜 OK 一桌 等一下朋友來 就可以直接開喝 直接把這邊吃完了 再來就是他們的魚 有日式的西金燒 橙香 比較屬於法式的 如果你喜歡吃台式的也有 四目魚肚 但我覺得這個喔 其實如果 你搭配生菜沙拉 也是非常好吃 就是一個很爽口的味道 你夏天吃 真的超舒服的 我們來吃吃看喔 這樣夾起來 一塊肉 它這個橙香味蠻濃 如果說今天突然想來一塊鮭魚吃 要叫我這樣煮的太麻煩了 然後直接退冰打開 就是一道厲害的料理 法式料理 而且它還可以用舒肥 它舒肥我舒服 超讚的 我們再來快 這麼大塊啦 雞腿啦 看矩人喔 如果你看到這邊還沒離開的 我就告訴你 福利來了 這次呢我要來送粉絲福利 聽仔細喔 等一下呢 看完影片之後 在留言處留言 硬派廚房就是舒服 我會抽兩個名額送給你們吃 這三種口味實在是不知道要送哪一種口味好 乾脆三種都送 而且抽中的一次就送兩包喔 這樣加起來就有六包 送一套給你們吃吃看 看舒服舒服 硬派廚房那邊呢 他說他們也要加嘛 他們也抽兩個 我到時候呢 會把他們的官網連結 放在資訊欄還有留言處 你們趕快點進去 這邊抽兩個 那邊抽兩個 如果你是逆天的幸運的話 說不定兩個都中 你就可以抽兩份 吃到你不要不要的 這個還會有優惠碼連結 如果你消費滿2200 只要再輸入優惠代碼 LAI2200 不用花錢 直接送你 辣椒硬瓜石油 合上頭 回家吃吃看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掰掰 記得抽獎喔 掰掰